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以恭敬之心建立开光属于普通佛堂 并不是符合建堂法规的正法佛堂 正法佛堂与开光佛堂无关 正法佛堂是铁定照天龙八部护法入了位设得供 因此设有正法佛堂的人会受天龙八部护佑 注意正法佛堂不是内密坛场 符合法规的内密坛场 必须是聚圣德大圣德才能建立 诸集圣德或高僧大德都建立不了 如果高僧大德都能建立内密坛场 佛菩萨世界就不正常了 就不需要有大圣德高僧大德的区别了 但社会人士往往误法修持有道的法师和圣者都 概括为高僧大德 无论是圣德还是高僧大德都必须要受过建堂内密灌顶 结成建堂法的建堂师才建立得了符合法规的正法佛堂 该建堂师持有接受建堂内密灌顶时的三色金刚神和四天王内坛殿 专业建堂师并不一定是高僧大德 可是必须由建堂师射箭才能召供菩萨圣众 据我们清楚知道 旺杂上尊和另外上尊 欲尊能做建堂师灌顶 传建堂法给建堂师 但目前根本不可能为建堂师灌顶传建堂法 因为没有内密坛场灌顶传法 就算有一天灌了建堂顶 受灌顶的那位建堂师也不能犯戒的 亦当破戒 天龙八部则不再映照 破戒的建堂师 从此就失掉建堂道理了 但不影响之前所建的佛堂 而南摩第三世多戒羌佛认为 正规佛堂确实应该有懂法规的人来建立 但是如果都得由建堂师去建佛堂 而很多人都找不到建堂师 佛教徒们就不设佛堂了吗 这并不利于学佛 因此强佛认为已经设有佛堂的人 哪怕只供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也是很好的 关键在于行善理恶 以做好人为基础而深入修行 但遇到建堂师的时候 再请建堂师去重新做法如归改换安置 这是可以考虑的 南摩第三世多戒羌佛明确说了 他不传建堂师灌顶的法 因此想学建堂法的人不要找羌佛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门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19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